Hello,大家好,我是老崔 今天咱们来聊聊小队子翻牌没中的基本打法 小队子的目标是中按三条 概率大概是11.69% 也就是翻牌没中还是经常发生的 那么是不是对手一下注我们就要弃牌呢? 不是的,还是要根据对手的风格 公共牌面的位置和牌座形象来调整打法 我的建议是 第一,对紧弱牌手考虑炸弧 第二,大盲位的小队子应该加注入池 第三,枪口位的小队子跟注残打还是有利可图的 第四,有利位置的小队子可以跟注残打 也可以考虑炸弧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几手相关的实战手牌 了解更详细的内容 第一手牌,翻牌前我在枪口位拿到口袋二 根注入池,一般来讲,口袋二在枪口位是要弃牌的 但由于这个牌桌的牌手打的比较被动 希望可以看到翻牌,并根据牌面的状态做些操作 那么枪口位的开持范围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通常应该是口袋六到口袋A,八九到AK的童花连牌,A九到A圈的童花,A五童花,圈十凯十凯勾童花,A圈AK不同色 海杰克贝是为打法直接的紧弱牌手,加注到四个大忙 海杰克贝开持的范围一般是,所有口袋队,四五到AK童花连牌,七九到A圈童花格章 A二到A勾童花,K八到K十童花,圈九童花 A十到AK不同色,K勾,K圈童不同色 官位,按钮位,小盲位和大盲位弃牌 尽管翻牌后我处于不利位置,我还是决定跟住惨打 现在是二人抵持,九点五个大忙 翻牌,勾,十,勾 我的口袋二没有击中牌面,常规过牌 海杰克位也过牌 因为对手是为打法直接,并且被动的牌手 这个过牌透露的信息是,对手基本上也没有中任何牌 转牌,红袍五,对牌面没有什么影响 我还是选择过牌 如果对手过牌,那么对手的范围可能缩小到AK,A圈,K圈 我在合牌下注拿下底池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这里实际上还是犯了个错误 应该下注三分之一底池,3.2个大忙 可以冲对手的听牌拿些价值 对手也过牌,对手的范围缩小了 合牌黑桃8,我按照预定策略,下注三分之一底池,3.2个大忙 这里还有另一种打法 可以过牌,如果对手满池下注 我们可以跟注抓诈胡 海杰克位迅速弃牌 我的建议是,面对打法直接的紧若牌手 我们的小队子可以跟注对手翻牌前的加注 如果对手在翻牌和转牌过牌,即使我没有中牌 合牌还是可以下注直接拿下底池的 第二手牌,前面的牌手气牌 小忙位溜入,一般牌力不强 我在大忙位拿到口袋3,过牌溜入 这个溜入是个错误,应该加注到三个大忙入职 加注入职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直接拿下底池 第二,测试对手牌力范围 对手如果3bet,真实牌力可能很强 对手如果跟注,牌力一般 现在是二人底池,两个大忙 翻牌6,10,10,两张梅花 对手下注1.5个大忙 4分之3底池 对手如果中了名三条或者葫芦会这么打吗? 也就是对手用口袋6,10勾,90 会这么打吗?一般应该不会 更多的是过牌加注,或者过牌跟注 那么更多的组合应该是顺子和藤花听牌 还有口袋2,口袋4,口袋5,口袋7的半炸弧 我不可能被对手这么轻易一枪打走 选择跟注,毕竟还是赢对手很多听牌组合的 底池现在是五个大忙 转牌方片勾 小忙为过牌 我还是没有中牌 选择保守过牌 这个过牌是不合适的 应该下注半池2.5个大忙 主要原因是这张勾在我的范围内 我应该利用位置优势尽快拿下底池 如果对手真的是听牌 我们还可以在合牌满吃炸糊 合牌黑桃7 顺着听牌到位 小忙为过牌 我担心对手顺着撑牌 过牌加入埋伏我 因此决定过牌 大家一起去看摊牌 对手亮出口袋4 赢得底池 我的建议是 对于只有大小忙入池的牌局 大忙为的小对子 还是应该加入入池的 第三走牌 翻牌前 枪口卫拿到口袋4 加注到三个大忙 这里一般是要砌牌的 偶尔加注一次 也说得过句 官位和按钮为砌牌 我在小忙为拿到92不同色砌牌 大忙为拿到A圈不同花跟注 面对枪口卫的加注 大忙为的跟注范围是 口袋2到口袋钩 78到K圈的同花连排 79到A钩的同花 A2到A6同花 K5K6同花 96同花 10沟以上不同色 现在是二人底池 6.5个大忙 班牌337两张黑桃 大忙为领先下注 2.2个大忙 三分之一底池 这个领先下注代表了什么呢 三分之一的下注指度 又代表什么呢 首先领先下注的原因 大概有三个 第一 击中了牌面拿价值 第二 翻牌对大忙为有利 颜顶对炸虎偷值 第三 同花听牌半炸虎 其次 三分之一的下注尺度 表示不想把底池造大 对于颜音1 目前可能的范围是口袋钩 口袋10 口袋9 口袋8 大对子的组合是被排除掉的 对于颜音2 目前是AX KX 圈X 颜顶对齐 做炸虎 对于颜音3 同花听牌 为转牌和合牌的操作 做准备 从我的角度来看 颜音2和颜音3 所占的比例更大一些 枪口袋虽然没有中牌 也不相信对手在这样的牌面中牌 选择跟注 这里我认为还是加注更好一些 因为枪口袋翻牌前加注入池 排力范围很强 在这样的牌面 枪口袋有更多超队的组合 底池现在是10.9个大盲 转牌没花10 大盲位持续下注半池 5.5个大盲 我不太认同这个下注尺度 1 3分之1底池 更像是拿价值 枪口袋也没有中牌 更不相信对手中了7或10的队子 还是跟注 底池现在是21.9个大盲 合牌 红桃9 铜花听牌失败 大盲位过牌 这里如果满池下注 很难说得通 基本上就算是放弃了 枪口袋也只有看摊牌的牌力 选择过牌 枪口袋的口袋4 赢得底池 我的建议是 枪口袋的小队子 针对盲位翻牌前的跟注操作 翻牌后 只要是中小牌面 跟注惨打还是有利可图的 注意 要关注对手三条埋伏的可能性 第四手牌 翻牌前 我在官位拿到口袋5 常规加注到2.5个大盲 按钮位弃牌 小盲位加注到8个大盲 对于官位的加注 小盲位的3BIT 价值加注范围是 口袋10以上的对子 A10到AK的铜花 铁圈铜花 AKA圈杂色 3BIT诈服范围是 口袋4到口袋9 A2到A9的铜花 45到90的铜花连牌 9勾到铁钩铜花 A勾铁圈杂色 大盲位7排 我在官位的开始范围 落后于小盲位的3BIT范围 好在翻牌后 我处于有利位置 口袋5还是可以跟注的 我选择跟注看翻牌 现在是二人底池 17个大盲 翻牌K73 2张梅花 小盲位过牌 这个过牌将对手K的组合排除了 也排除了大的口袋队 否则的话大部分的牌手都会下注的 另外目前的打法 很多牌手即使没有中牌 也会持续下注的 对手可能会用顶对或超对 过牌埋伏我们吗 有的牌手会这么打 但这个牌手风格不是这样的 对手的牌力范围缩小到了中队子 A圈 A勾 圈勾到圈9 我也没有中牌 既可以加注也可以过牌 我选择保守的过牌 基本的策略就是 如果我转牌不出现铜花或其他危险牌 应该会跟注惨打到底 转牌方片K 对手下注五个大盲 接近三分之一底池 对手的下注指度 使我把对手的牌力放到了诈呼范围 虽然我没有中牌 但还是领先对手的诈呼范围 按照预定策略跟注 以持现在是27个大盲 合牌红桃6 铜花听牌失败 虽然有了顺子的成牌 但不在对手的范围内 小盲卫过牌 我也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过牌 大家一起看摊牌 小盲卫亮出A圈不同色 我的口袋队赢得底池 从这手牌中 我们可以看到 有力位置的小队子 根据对手的位置 翻牌前的下注尺度 可以确定对手的出指范围 翻牌对手过牌 缩小了对手范围 可以考虑后续策略 转牌和合牌 根据牌面 可以跟注残打 也可以考虑下注 这里要注意的是 要评估对手顶对 或超对过牌埋伏的可能性 你对小队子翻牌没中 有什么建议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关注 点赞 转发 谢谢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